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出了很多总统 在美国总统里面 只有一个总统 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就是做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威尔逊总统 我的图片里面就看到了就这个威尔逊总统 我手里拿着这本书 这本书是在威尔逊总统身边的 这个Smith他所写的这本书 这本书就是用中文的翻译就是 当掌声已歇 当欢迎的声音停下来的时候 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最后的威尔逊总统的最后的晚年这一段 威尔逊他是学者出身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提倡做国际联盟 他说如果我们不成立这个机构 来维持世界的和平 三十年内我们还会发生另外一次世界大战 结果国际联盟被美国给挡住了 美国的政客们挡住了他的理想 美国反倒没有参加 结果呢 21年以后果然发生了世界大战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威尔逊总统他是一个先知者 这本书里面呢就写出来 威尔逊总统先知的寂寞 原因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理想主义者是很吸引人的一种人 他又务实又务实 他提出来一个理想 为理想去献身 我们现在看看一个东西 这张照片里面我把它横过来看 这个大家注意这个邮票 陆海军大元帅就职纪念 这里面的大元帅就是张作霖 成出一项的国旗 这边是武朔旗 真正的当时所谓中华民国的国旗 而这个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所谓的青天白日旗 这个旗是陆 这个等于陆海军的军旗 当时的军旗 后来被国民党为组织 踩来做他们伪国家的国旗 这个火车就是当年日本人炸张作霖 张作霖从北京回东北 的时候在黄古层的地方被日本人炸死 这是这个火车 张作霖离离开北京的时候 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搜查了住在北京的苏联的大使馆 在里面抓到了很多的中国人的身份的共产党 他们避难避到了苏联的大使馆里 按照国际法 英国大使馆就是相当于这个外国的 他们的国土 你不可以进去的 他不但进去 还搜查 他这种做法得到了当时英国这种帝国主义者的背后的支持 所以他要跟苏联翻脸去搜查了英国大使馆 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真正开始杀共产党的人 还不是国民党 而是所谓的军阀 张作霖 他们那时候就真定的抓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也就是发现并且提拔了毛泽东的人 他就是当年北京大员图族馆馆长 毛泽东是图族馆的管理员 他就是李大钊 他们都被抓到 当时报纸都被抓到 20个人最后都在脚架上面去绞死了 把他们绞死了 做了共产党的一些劣势都绞死了 这些都是理想主义者都被杀掉了 张作霖为了证明他搜查苏联大使馆 他正当性 他把苏联大使馆里面很多密密文件 把他印出书来 印了很考据的一部宪装书 很多宪装书 这部出的名字叫做苏俄阴谋文政汇编 这部书读起来蛮有趣的 看到很多苏联在中国的很多秘密活动 其中一个主题就是 他们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的时候 他们考虑了很多领袖人选 觉得这个好不好 那个好不好 他们做选择 然后一个一个加以评估 其中有一个在苏联人眼中 秘密的可能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 是蒋介石 可是下面的评论很有趣 就他们评论的结果 是蒋介石 他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不会为共产党 很大公无私的去奋斗去献身 蒋介石是什么人呢 他没有理想主义 他只是为他自己个人的权利 他会起劲 为了更高层次的理想 这个蒋介石没有这种水准 所以蒋介石被否决 这个记录很有趣 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可是这么那一点 这个苏联人 他们判断这些 可能作为共产党领袖的这些人选 他们对蒋介石的看法 一针见血 一眼就看穿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 今天我们问断很多事情 我们不要高估了一些人 也不要错估了一些人 今天在祖国的国家领导人 或者在世界上面很多人 甚至在台湾有些人 因为李登辉 陈水扁 这些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他们是台独分子 我认为 太高估了李登辉 和陈水扁 台独作为一个理想 不管对错 他是一个理想的时候 你就要为他 当作理想主义的方法 去对他献身 我常常所讲的 就是你为你信仰 你可以抛头颅 可以撒热血 可以坐穿牢底 可以横尸发肠 甚至可以回家出难 钱都拿出来 都可以 你怎么要为你理想做一点事 否则 怎么叫做你信仰他呢 为什么我说 他们不是台独分子 因为他对台独 对你有真的信仰 台独对他 不是个理想主义 而他自己生 他自己 继续砸碎人 蒋介石 平安结果 他在为自己的 争权夺利 他这么个家伙 这么个土豆王 他这么个结果 那么李登辉什么 李登辉 我告诉大家什么 他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糟布 我们的精华 这糟布 那个糟布 那么一个继承人 你看他 受了日本文化影响 没有错 可是日本文化 有高层面的 有低层面的 有精华 有砸碎 他相信这些 是砸碎的 好不说日本文化里面 讲切腹 讲了知道廉耻 知道李登辉 事情搞砸了 他会切腹吗 他不要负责责任 他有廉耻吗 他没有廉耻啊 今天跟张 捧外上人 明天骂外上人 就这么廉耻啊 所以他就砸碎 真的日本人 高级的日本人 也没像他这样子 所以我说 他是日本 他的理想主义啊 根本没有这个层面 而是他本人呢 蒋介石的层面 就是个人的权力的 这种 这么多 李登辉的层面呢 就是日本的这种杂水文化 这个招呼 他被他抓到了 陈水点什么 陈水点什么都没有 既不是同派 也不是独派 也不是任何派 陈水点是什么呢 是算小桥了 争取小的利润的 大家看看 他做了台湾的所谓总统 你做了五年 四五年 他的太太 还在玩股票 你怎么被嫌疑嘛 为什么罗马的凯撒 把他太太给修掉了 为什么修掉了 查出来 他太太没有什么不规矩啊 可他凯撒说 我的太太 就凯撒的太太 不但是说 要清清白白 甚至不可以 被人家怀疑 要超出怀疑之上啊 你怀疑我都不可以 所以他被人家怀疑 我太太被人家怀疑 我就要把他修掉 这层面高 高到了 不管事情有没有 被人家怀疑都不可以 陈水点做台湾的所谓总统 他老婆一直玩钱 玩股票 你看看他台湾控制经营 左个地方被他塞进去 他自己人 右个地方被他塞进去 银行或者什么 所有单位 只要有钱的部分 他就塞进 关键是个 趁总统 做总统的这个机会 绕小钱的这么个家伙 你心里面看 有没有出息啊 真的没出息 是这种层面的 你说他是台独分子 是抬举他的 为什么呢 他没有这个水准 没有的 我今天拿一些资料给大家看 就是你怎么解释他们 像李登辉 他在1988年2月22号 继承了蒋经国做总统的时候 他高台记者 第一次记者会 他宣布 看到没有 他说 本人认为 如果要以台独的问题 做一个口号的话 立法必须要处理 这是台湾现在最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干什么 骂台独啊 引起台湾的不安定啊 我们再看 李登辉说 只有一个中国 我们必须要统一 这不是李登辉想讲的话吗 我们再看 李登辉这话你看 台湾共和国是不可能存在的 现在存在的是一个 享有完全主权 独立自主思想与行为的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请问 他是不是反对台湾共和国 反对台独啊 我们再看 李登辉说的自己 看到没有 李登辉在国家统一委员会 讲话 让严皇子孙 安守屹立 干什么 他是严皇子孙啊 对不对 我们看 为什么讲这个话呢 什么叫做国家统一 委员会呢 就是陈水扁 在当所谓总统的时候 他就职演说里面 谈到了说四部一没有 他要维持这个原则 什么叫做一没有啊 一没有就是说 台湾有一个政府所成立的 叫国家统一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啊 照常的运作啊 没有消灭 叫做四部一没有 这个会成立的时候 请大家看 在他的国家统一委员会里面呢 在他的文件里面 就是很清楚 海家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 看到没有啊 对着自演一个中国 将来统一以后 一个中国 台湾共为中国这一部分 但大陆也为中国这一部分 所以呢 开展统一步伐 建立一个中国的贡献 智慧与力量 看到没有 国家统一委员会啊 口口声音是一个中国啊 我们再看 国家统一委员会 我们再看到这话 看到没有 中国的统一 共同建议 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 看到没有 全体中国人同心协力 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 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 促成国家的统一 中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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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一 一个中国原则下 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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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统一了一下 就是这里面 说中国和一个中国 一共说了九次 说中国人说了一次 说中国统一说了五次 说统一十二次 这个会是台湾现在 法定编制的这个会还在啊 这东西是政府的文件啊 立法院给他们预算啊 请问 今天跑哪里去了 你前几点宣誓 做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 你要遵守宪法 这就按照宪法程序出来的会 你也公开说 西部因为有不改变 这就因为有没有改变 请问 谁说陈瑞典是台独分子啊 我都不觉得他是台独分子 他不可以面对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看 李登辉又来了 他的在1990年10月7号说 中国统一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他主持国家统一委员会 首次会议之词 所以我们看到也蛮口的 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中国人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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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看到没有 全是这玩意啊 不是吗 所以我们再看 中国只有一个中国比较统一 我们再看李登辉这个言论 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民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 不都是吗 但齐心协力完成国家统一 我可以举这么多来 他就说陈导 承担主导中国统一的大任 看到没有 中国统一大任由我们来承担 我们一向坚持中国只有一个 我们一向肯定 中国必将统一 中国统一 唯有统一的中国才有安定的蒙葬 什么啊 这个这些东西 我们再看啊 让我们立志做一个真正的有情有义 有理想有报复的中国人 共同为台湾的前途 与中国统一而努力 请问今天的李登辉 怎么不谈了呢 怎么不谈了 他故意这样谈 谈了12年 请问哪一 今天他说什么台独 否认他是中国人 请问我们忍不住要问 哪一个是真的 过去你12年 这些东西都是骗我们的吗 如果你说过去是骗我们的 对不起 请你现在公开表示 过去12年 所说这些 中国统一 我们都是中国人 这些话都是放屁 全部作废 你要认出啊 没有啊 他没有否认这些话 那么今天要谈这个台独 这两种意见 是对立的 是互相冲突的 请问哪一个李登辉 才是真的 哪一个陈水扁才是真的 我讲这话就告诉各位 当我拿出这些资料给大家看的时候 告诉大家 李登辉也好 陈水扁也罢 他们信什么 他们什么都不信 他们能说出来什么话 什么话都说出口 为什么 为了他的现在的出境 只要能够他有权利 他也什么话都可以说 只要能够保护他目前的这个地位 他什么话都可以说 这里面告诉我们一点 他什么都不信 他信的另外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绝对不是理想主义 你信不反主义是理想主义 信什么三民主义 四民主义 那是理想主义 信荒谬的台湾独立 你当为主义去信仰他 也是一种主义 是非不谈 对错不谈 都代表你的理想主义 可是李登辉跟陈水扁 我当我举这些例子 给大家看的时候 你还相信他是台独分子吗 当然你不相信 你也不相信他是统一分子 他们什么都不相信 他们只相信 他们自己那一点点东西 就是李登辉 所倚靠的日本文化里面 这些招作 他相信一点点 陈立点 因为年纪轻 没有受过日本文化的污染 所以这一点点都没有 他什么都不信 他就相信什么 相信趁着当左卫东的这个机会 捞钱 拼命的捞钱 拼命的占小便宜 给他太太 给他太太推 他太太残跪了 给他太太推车的 一个罗太太 那么一个 又能 他都 把他 到国家安全局的 情报员的 物账 来帮着 出钱 政府帮他出钱 来 给他太太推车 所有的小便宜 全通通都占到 他的 我刚才讲 炒股票 所有小便宜 全通都占到 这种一批 势快 砸碎 烂欧分子 毫无理想主义 这种色彩的一群混蛋 目前盘踞在台湾 我们被他们骗 还认为他们是台独分子 对不起 他们根本都 污染了台独 如果台独是个理想主义的话 都被他们污染了 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 当我们认为他们是台独 而要打他们的时候 顺便打到了台湾 这些 无辜的 民众 无辜的人民的时候 这种战争 该不该打 不该打 该做的是 揭发他们的真面目 消灭他们的这种弱势力 这是对的 可是用 粗暴的 赤裸裸 努力的方法 来解决 这些 人 是错的 因为他们什么 他们是一群老鼠 投鼠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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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打这个老鼠时候 你会打到 老鼠旁边那个瓶子 你股东都打坏了 因为运石俱焚了 所以我们不能 为了打老鼠 而破坏了台湾的安定 或者台湾的繁荣 反过来说 不能使台湾 早能毁灭 所以消灭 李登辉 消灭 陈瑞 要用另外的方法 而不是把整个台湾 一起跟着 生灵涂炭 我今天会讲出来 从蒋介石到李登辉 从李登辉到陈瑞 他们通通都不是 理想主义者 当他们不是 理想主义者的时候 他们所宣传的 任何的所谓的信仰 我们通通不要信 他们是一群杂碎 我们不要相信他们 因为不相信他们 所以呢 他们所号召的那些主义 主张大家去抛头路 散热血的 我们也一笑了之 因为呢 太不值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